讓他自動調整一下 OK這樣子 因為多寬他就自動幫你調好 調好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名稱改為 和平東路 再切回到地址 再把它篩選狀態取消掉 資料裡面一個篩選 再可能頂多優標再換回到 比如說這個地方 J1 J1好了 取消那個選舉狀態 就回到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剛剛包含那個地方 輸入的是和平東 可是我今天如果 我不要是固定的文字 而是先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讓使用者輸入之後 再變更 這個時候怎麼樣 就可以利用什麼 聚集的錄字 先把那個你剛剛流程跑一遍 錄下來 修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完成查詢系統 只是那個流程 恐怕你要稍微清楚一下 這個步驟 各位可以看一下 盡量 照這個步驟 游標標 游標放A1 這次放J1也可以 篩選 關鍵在這裡 把這個條件 把這個條件 改一下 改一下 Ctrl 修圍向右向下 為什麼 複製 新增一個工作表 名稱改成 這個S 貼上 籃關自動調整 再切回到地址 這個 OK 然後再取消篩選 游標再放在A1或J1 完成了 所以我特別注意 等一下你們要錄製聚集之前 先彩排一下 我們利用錄製聚集 做簡單修改 最重要的修改在哪裡 兩個地方 這個 跟這個 這個應該是這樣子吧 把這個S 換過來 工作表名稱 一樣是S 所以這個S 所以基本上 你那個錄製的步驟 照我這個步驟做完 再來修改 修改三個地方 就產生一個 查詢系統 而這個查詢系統 不是只有在這邊可以用 任何你要查詢的 這個 Excel的工作表 通通可以用利用 同樣的方式完成 OK 那我實際上demo一次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第一個 不過記得就是把這個步驟 稍微記一下 1 2 3 4 新增 貼上 自動調整 欄寬 再切回到原來工作表 取消篩選 步驟 做錯了 可能要重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最次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 這個因為我做的 比較次數多一點 所以 這個來 第一個 先把游標先放在A1 所以 我們先準備 先錄製 聚齊 聚齊名稱的話 我叫做地址查詢 按確定 好 游標放在A1 資料